接下来我们进入假设检定的部分 那么假设检定的部分 请你一定要搞清楚它的逻辑 那么这个部分来讲我们先搞清楚变数之间的关系 然后再来选什么样的适当的工具 那我们再来做假设检定 这个范例是单母体的平均数假设检定的部分 首先 同学要先了解变数之间的关系 去选择正确的统计分析工具 大部分的同学在这个部分来讲都比较容易 在传统的做法来讲都比较容易 局限在很多这个方法的这个练习的部分 可是更重要的是概念的选择 所以我们在这边还是一样 会告诉你从类别变数跟数值变数的这个地方找起 如果你是有其中的一个类别变数 一个是数值变数 那么我们就会用假设检定的概念 那如果都是类别变数的话 我们就选用卡方简定 如果是数值变数 那我们会要讨论因果关系的部分 就采用回归分析 那这分别在课本的七之三 七之四跟七之五节 那当然我们最常用的 例如说你还不能确定到怎么去判别的时候 你可以找对应的范例来看 例如说我想讨论男女生吸烟比例是不是不同 那么我们讨论的就是分成两类 男生跟女生是你的变数 因为我的对我的这个样本里面 我调查的对象有可能是男生可能是女生 那么再来讨论的重点就是我们的吸烟比例 这个比例就是你的变数 它是一个数值的变数 所以我就来看男生吸烟的比例跟女生吸烟的比例 是不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然后再来毕业前后也是一样 有的学生是毕业前有的是毕业后 那么讨论什么东西呢 他的所得会不会改变或者是增加减少 那在这个部分来讲 或者是不同的促销方法 销售额跟变 销售额的变异数是不是相同 这个部分销售额是不是相同的话 就会回到我们的这个平均数的这个对象来讲 因为你的平均的业绩好或不好 可是如果是看变异数的话 就是看它的变动 它的变化的情况 同学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在前面讲这个范例的时候 标准差大或小 这个平均数大或小 我们分了ABCD四个case来做这个练习的这个部分 所以不同的促销方法 例如说周五的时候 这个某咖啡店 然后他有这个买一送一的这个促销方案 会不会增加你的销售额 如果是销售额的问题就会回到平均数的问题 可是如果我想知道这一天里面 它的买卖的这个销售的变化的这个部分来讲 那么就会回到这个所谓变异数的问题 那如果是像气象报告跟是不是代展 或者是性别跟满意度 这两个部分来讲都是属于类别变数的 那这个类别变数的话 我们的后面就会用这个卡方解定的部分来做分析 再来就是数值变数的话 例如我想找身高跟体重的关系 这个我们在前面的相关系数的单元里面有告诉过你 那例如说后面我们的范例是 我要看看收视率到底受到什么东西的影响 什么东西的影响就是我们在看这里所谓的因果关系 那收视率是这个果 然后你会受到什么因素 例如说我多丢一些广告的支出 或者是我新闻的报道 媒体的报道的次数多一点 是不是收视率就会变好 或者是没有差 或者是变得更不好 所以这个是在看因果关系的 所以同学一定要先搞清楚 你要选择什么样正确的统计分析的工具 再来进一步做后面的这个解定 或者是回归的这个动作 那我们在这学期里面讨论的主要的 就是在看平均数的假设检定 所以在这里毕业的前后 所得是不是会改变或提升 那这个是毕业前后 我们就是一个双母体的这个部分 那要比较平均数 平均所得在你毕业前的时候是多少 毕业后的时候是多少 那这两个东西是不是有显著的差异 那另外要讨论的课题 就是我们在做期末报告的时候 会讨论到这个回归分析 那要去找因果关系的部分 那么接下来你就要去想想 你自己的期末报告可以讨论的问题是什么 那你可以在这个表里面列出来 有哪些数值变数 或者是你觉得有哪些类别变数等等的 那当然AQI就是我们前面用到的数值变数 那类别变数像你的地区别 例如说你三个测在里面选的是台北高雄宜兰 那么地区别就会很明显一个是在北部南部跟东部 或者是说春夏秋冬我把一年12个月的这个部分来讲 我分成一年的四季来讨论 这也是另外新从你的资料里面可以找出来的类别变数 或者是我们前面在讲的你上这个环保署的网站 他有告诉你他是这个因为工业用的或者是一般普通的测在 或者是他是这个国家公园的 或者是一个交通的目的色的这个测在等等 这也是他的属性 这都是属于类别变数的这个部分 所以你如果有了数值变数跟类别变数 你就可以继续进一步来想 我要讨论的议题会是什么东西 那这个东西就会根据你同学的资料 这个测在的资料里面来做分析跟讨论 那么summary一下我们再想想 为什么还要再进一步做假设解决 同学可能会问我们前面不是做了基本统计量 我们已经看到了例如说离岛的部分来讲 金门 马祖 马公来讲 那你就会看到普通的这个次数是最多的 在金门跟马祖的地方 那么马公是空气品质良好是占了一半的部分 那么在离岛部分来讲的时候 我们说良好跟普通都占了大概七八成以上的这个部分 不就是已经告诉大家空气品质不错了吗 那么你还可以用基本统计量这个平均数的这个部分来看 你也可以看到平均来讲的时候 金门 马祖 马公都落在普通的地方 那么马公的话它是更接近这个良好的范围的这个部分 那么以差异来讲的时候 马公的差异相对于金门马祖来讲也是比较小的 所以普遍来讲的时候我们看起来 马公的空气品质是比金门马祖来的好的 那既然有这样子的结论 为什么我们还要再做假设解定 先给同学看一下新闻的这个报道 那台湾的空气品质是不是越来越不好 那这时候环保署他就提出来 刚好他们这一则新闻是17年的年底报的 所以也刚好用的是17年的1月1号到12月底的资料 大概到这个跟我们的差不多 然后他就会讨论说在这一年的资料里面 红害的污染天数比去年少 除了臭氧以外那空气污染的浓度也下降 所以他们就觉得空气品质变好了 那么再来就是他用次数来表示 去年这个2017年的空污有这个 2016年的有874次 那2017年只有到400多次 那高频的话来讲又怎么样 云嘉南又怎么样 所以都显示红害艺术变少 空气品质就变好了 然后这个环保署他们也讲说 臭氧层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也就告诉你说这个 他提出了很多的例如说这个去年跟今年的比较 然后就告诉你说空气品质变好了 那么你可以从他的新闻报道里面慢慢去找一下 有几个key point 他提出来的这个依据 到底今年的空污是不是变得比较状况改善了 第一个是红害污染的天数 用去年跟今年的红害污染天数来做比较 再来就是AQI超过100的时数 也就是超过这个普通范围的时数 日数或者是浓度来看 他到底是减少还是增加 那再来就是他在这里告诉你说 这个除了这个超过100的是云嘉南跟高频之外 其他都是下降的情况 也就是其他的地区都是变好的 因为这个降雨量降雨的天数跟风速的影响 然后就造成他是变好或变不好的这个因素 所以这个是在环保署在看的 可是呢在反面的意见来讲的时候 这个空气品质行动联盟的这个理事长 他就说环保署说北部空气变好 中南部空质差是因为下雨少 那但是他又认为这个片2.5感染 是因为捷运的关系 怎么会是这个空气 这个就是其他气候的因素 所以在这里来讲的时候 降雨量跟捷运源次 到底跟空气品质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子的 那再来就是这个大家都常常说 这个我们的这个埋害 是不是因为这个北京或者是大陆这边 来自境外的污染 然后他们的因为有风向的关系 把不好的空气吹到台湾来了 所以这个不是因为台湾内部的关系 而是境外污染的问题 那这个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那你怎么样只能用今年跟去年的做比较 就可以做推论吗 所以在这里来讲 我们在前面虽然有叙述统计在说明 可是我们实际上在看到底 是不是有显著的改善 这个不是用其中的一年两年就可以来判断的 那假设说我去年到今年 去年到今年是改善 但是前年到去年是增加 那现在到底是要以哪一个来作为代表性的样本 这个也是提到我们在前面第六章 在说代表性样本的这个问题 所以到底是取哪一段时间特别好 你不能只取你自己要的那个范围 所以在这里来讲 常常我们都会看到很多的议题就是吵来吵去没完没了的部分 那到底谁说了算或者谁说了对 那这时候我们怎么样提供数字会说话的这样子的一个部分来说 做说明 那我们再看这个平均数的假设解定的部分 我们后面的例子都以平均数为例 所以我们刚刚选择了变数就是我的AQI 那么地区别或者是四季一年四季 属在侧占的属性都可以作为我的分类的这个部分 所以我可以讨论的课题里面 例如我说我今天选择的侧占 离岛的部分是金文麻竹麻工 我先来看看单一的地区空气品质是不是变好了 或者是说我可以去看他的空气品质是变得不健康 那这个判断的时候我们就会告诉你说 后面假设解定有你的基本统计量的时候来判断 看你的假设要怎么做 那么再来就是空气品质的差异是不是形状 这些地区来讲我到底是变好或变不好 例如我这样讲我从51变到52 那到底是变好还是变不好 那51要变到80或者是80变到100了才叫不好吗 那我如果80变到90那虽然是好还是不好 所以基本上面来讲的时候 这种东西你就会变成在统计上面 由样本来说话 从你的抽样的这个部分来说话 所以再来我们也可以比较不同的侧占 例如我刚才讲毕业前毕业后 那我现在也可以比较马工跟金门 或者马工跟马祖 或者金门跟马祖来做比较 谁的空气品质到底好或者是不好 这些都是我们后面可以做假设解定的一个课题 那么接下来回归分析的部分来讲的时候 因为我们主要讨论的是因果关系 那同学一定要特别注意的是回归分析我们的被解释变数 就是你要解释果的那个部分不是原因的部分 原因的部分你可以用类别或者是用数值变数都可以 可是果的这个部分一定要是数值的变数 所以我们就来解释影响空气品质的因素是什么 那么我们的空气品质前面我们就是用AQI来做代表 那么我们就可能会讨论像前面的报道 他们就是说境外的一路或者是捷运的人次 或者是我今天的温度预量地区别测站的属性等等之类 它会不会去影响我的空气品质 所以我的空气品质就是果下面列出来的这个部分就是A 那或者是你可以再进一步讨论的是 我们空气品质的好坏会影响什么东西 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个东西叫移轿投票 如果我今天发现某一个地区的这个空气品质不好 我会不会搬家 所以人口的移入或者移出会不会受到空气品质的影响 那这时候空气品质就变成是你的音 人口的移动的部分就变成你的过 那也例如说像旅游的人次 这边空气品质不好我都一直在户外玩 那是不是会吸气比较多的废气 或者是我觉得我只是来玩几天比较没有影响 所以我还是继续玩 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都可以来讨论 你有一个想法的时候 我们就会来用数字来解释 到底这样子的结果你的想法 这个你的想法就是我们的假设 这个假设到底存不存在 所以这个是在讨论这个议题的部分 我们可以用这个回归分析 或者是用前面的假设定来做讨论